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 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白云在这儿问候 也欢迎我亲爱的朋友 再次来到云彩飞扬 在节目开始 我心中有个思想 究竟什么是父亲的角色 可能在过去传统里面 这是一个父权的社会 但是今天 父亲代表的是什么呢 是权威 是信靠 是依赖 或者只是一个赚钱的工具 带给人的是一种疏离感 但是我要说 不论时代怎么样的变化 我们都需要父亲 因为我们永远不能够失去榜样 我们都需要父亲的榜样 我们永远需要有教导 我们需要被看顾 我们需要被保护 今天节目当中 邀请的特别来宾 钟家华牧师 他生命中 有养父 有生父 有天父 那么现在呢 自己也成了父亲 又是教会中 牧者的角色 他的心路里程 是个极深刻的心灵旅程 可喜的是 这颗心 总是找到了安慰 医治 指引 跟光照 因为 天父的爱 进入了他生命中 并且这个爱 是远远不息的永远 那么在进入 今天的分享之前呢 钟牧师要以一首诗歌 野地的花 来代表他的心声 那么让这首歌 带我们进入今天 钟家华牧师的分享 再一次的一块来 听听别人的故事 想想自己的生命 野地的花 穿着美丽的衣裳 天空的鸟儿 从来不为生活忙 慈爱的天父 天天都堪顾 他更爱世上人 为他们预备永生的路 一切需要 天父已经都知道 若心中烦恼 让他为你除掉 慈爱的天父 天天都堪顾 他是全能的主 心靠他的人 真是有福 心靠他的人 真是有福 我叫钟家华 我是一个客家人 从小在一个客家人的环境里面成长 家里边的人员非常的简单 就是爸爸妈妈跟我 从小我一直以为 我就是一个独生子 是父母亲非常宝贵的 非常珍贵的一个孩子 在我幼年的时候 我经常都只有在逢年过节的时候 才能够看到爸爸偶尔回家跟我吃饭 甚至是发一个很大的红包给我 或者买个很好玩的玩具 送给我 之后呢 就很少看到父亲在家的身影 因此 我几乎跟在单亲家庭没什么两样 从小就是看着妈妈 拉拔着我长大 所以在小的时候 我的妈妈 她的管教方式呢 是比较趋于保守 也是趋于比较过度的保护我 因为我是这么一个宝贝的儿子嘛 所以呢 她用尽了她全心全意 要来呵护我 保护我 但是这样的过度的爱呢 却使我越来越不自由 因此我觉得 为什么别的孩子都可以 这么自由地去哪里玩 去哪里做什么事情 而我的妈妈 却是这样子的担忧 这样子的紧张 而当然我知道 她的用意是为了我好 但是这样一个心 让我越来越不满足 后来再次偶然的机会 我突然知道了 我原来是一个被领养的孩子 因为我的现在的妈妈 她是不能生育的妈妈 因此她领养了我成为她的孩子 其实呢 我的生父呢 跟我的养父都是非常亲的关系 因为我的亲生母亲呢 她把我送给她的弟弟 所以我叫养父的 其实是我的舅舅 所以也算是蛮亲的亲人了 但是从小的时候 我就被教导 要叫我的亲生父母亲 叫姑丈姑妈 然后叫我自己不常看见的养父 要叫爸爸 所以心里面常常觉得很不是滋味 而我深深地体会到我的养母呢 她也非常渴慕拥有孩子 因此在我的亲生母亲 还在怀孕的时候 好像就有跟她提出这样一个邀请 若是生下儿子的话 是否可以送给她来领养 而我发现我的生父呢 她也非常的有成人之美 乐意成全这个可慕拥有孩子 却不能生育的妇人 当然这样一个事情对我来说 当时实在 我没有办法能够去面对她 因为那时候 我还是年纪很小 大概五六年级吧 也算是青少年的前期了 开始也会有一些的思考 为什么我不能在 我原来的父母亲的家里面呢 而我原来的亲生家庭 又有多少成员呢 为什么我被放在这样一个 看起来 好像也不是很美满的一个家庭呢 这一些种种的问题 在我的心里边盘旋了很久 始终都没有人正式地告诉我 为什么 因此 我的个性 从原本 非常天真 开朗 活泼的 这样一个个性 慢慢地变成了 内向 未说 未说 没有自信 一直到我大概在高中的时候 由于我住家的附近 能够参加一个青年音乐晚会 那是有很多的外国的英文老师 还有一些天云师般的歌手在那里助唱 在那样一个青年音乐晚会里边 我前前后后大概参加了两年多的时间 一方面学习英文 一方面也听到了一些基督教的一些动听的诗歌 而在这些诗歌的歌词里边 深深吸引着我的 就是一首叫做 《野地的花》这首诗歌 这首诗歌的副歌提到了说 慈爱的天父 天天都看顾 他更爱世上人 为他们预备永生的路 慈爱的天父 真的有天父吗 地上的父亲 不管是身父也好 或是养父也好 在我的生命过程成长中 他们似乎是缺席的 虽然他们还活在这世上 但是在我的生命成长过程里 始终看不到他们太多 跟我一起成长的这样一个经验 因此每次父亲来看我的时候 好像客人一样 我们的关系好生疏啊 为什么我会是放在这样一个家庭呢 慈爱的天父 那又会是怎样一位父亲呢 这样一个思想深深地吸引了我 要来认识到底有没有这位慈爱的天父 一直在我高三的那一年 我班上有一位同学 他是班长 他人缘非常好 也非常的开朗 为人的品格也非常让人称赞 常常下课的时候 这位班长他每次呢 就会拿把吉他弹唱一些不应的诗歌 类似像野地的花啦 风和爱啊这些诗歌 在当时我听起来 好像校园名歌 可是歌词里边 却是透露出不一样的一些信息 刚好我在青年音乐晚会 也听到类似一样的诗歌 因此神他就透过了这个诗歌 慢慢地牵引着我 来到他的面前 来思想我到底是谁 我为什么来到这世上 神为什么把我放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当中呢 在这样一个目到大概有两年多的时间吧 大概在高三的那一年 我因着面临到升学的压力 也面临到自己的身世 常常没有办法真正地得到一个 很自由的一个抒发 所以我也觉得这个班长 他适时地出现在我生命当中 他邀请我能够参加学校里面的团契的活动 也带领我在早上的时候 一到了校园 我们一起读圣经 来开始我们一天的学校生活 就这样慢慢地 我成了一个基督徒 更多地去认识这位 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而在那个当时 我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其实也是蛮挣扎的 因为想到我自己的家里面 从来没有一个信耶稣的亲戚朋友 而客家人的这样一个背景 更是觉得不能够被主 总是要圣中追远 总是要拿香拜拜我们的祖先 那我如果做这样一个决定 对于我的母亲 对我的仰慕来说 是不是也是一个更大的打击呢 这一切也都 在在地曾经动摇着我 要来更多地认识神 但是后来 我发现 这一切 上帝他都自有安排 他把我虽然是生长在 客家人这样一个背景里 而却是生长在都市的客家人 我发现 我不是在客家庄里面的客家人 可能也容易信主一些 因为没有那么多的 中亲家族的这些压力拦住我 而我在这样一个台北的都会的 这样一个环境里边 而我的养母 她也有她的信仰 我却是选择跟她不一样的信仰 她也无可奈何 但是我也觉得 我信了主之后 我并没有因此 就更加地讨厌她 反而是我信主以后 我越来越能够面对我自己的身世 也越来越能够接受 我是一个养子的身份 我发现上帝的爱 她在我的生命当中 慢慢地做潜移默化的工作 她让我认识到 其实我的养母 她待我视如己出 过度地保护我 是因为她非常非常的爱我 而她不愿意我受伤 不愿意我感冒生病 都是因为我从小 就是一个药罐子 身子非常不好 经常让她很伤脑筋 所以因此长大之后 她也很多的叮咛 很多的提醒 无非都是为了我身体健康 因此我对母亲 有更多的体谅了 上帝也让我发现 我的养父呢 虽然她经常不常在家 但是我的养母 却也是非常的认真的照顾我 料理家务 她也没有出外工作 我一切的日用所需 都是我养父辛苦工作 所供应我的 虽然无形中 也常常受到我养母 对我养父的负面的一些影响 因此我对我养父 也是有一些的 陷入为主的一些不好的印象 但是这些都慢慢的 因着上帝 他让我能够学习饶恕 也学习去接纳我的养父 而现在我发现 我跟我的养父 就好像朋友一样 我觉得我跟他 不再是一个受伤的小孩 来面对养父的这样一个心情 乃是很乐意地 跟他一起分享 而他虽然很忙碌 在他的事业上 但他也是用另外一种 中国人比较不同的 爱的表达方式 总是用送礼物啦 送一个红包啦 能够来表达 他对我的爱意也好 或者是一种 关怀的表现方式 我发现他也有他的苦衷 是我当时没有办法体会的 而现在我自己 也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 我稍稍地能够体谅 也能够释怀我的养父 他有那他说不出来的苦衷 是我当时没有办法能够理解的 也能够理解的 也能够理解的 我当时没有办法能够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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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个来龙去脉 我发现我的身父实在是一个 非常有成人之美宽大 人厚的一位父亲 他成全了一位非常渴慕 有小孩而不能生育的妇人 也就是我的养母 他让他有孩子来照顾来领养 因此我在母妇中的时候 他就好像拿定主意 若是生下来是儿子的话 就让我的养母来领养 若是女儿的话 他可能就自己留着 因为我的亲生父母亲 原来已经有了三个儿子 一个女儿 所以我是排行老五 当我知道的时候 我发现 我要是没有被分出去 我其实一直觉得 那该有多好啊 多么完整的家庭 夫妇相爱 兄弟姐妹 大家都很和乐 而且很开朗 很活泼 经常可以出外 参加很多的活动 都不太会受到拦阻 而我现在 在我的养母的管教之下 常常受到了很多的限制 那我也深深的知道 我的养母她是一个 比较缺乏安全感的人 所以她也照顾得太过周到 因此 让我在对外的一些接触上面 就发现了 没有像我原来的 原生家庭的哥哥姐姐们 那么的自由 那么的活泼 所以在这样两相对照之下 一开始我深深的不晓得 上帝为什么要把我放在这个家庭 上帝为什么要把我安排在这样一个 我没有办法选择 这样一个成长环境里 但是上帝的爱 他充满了我 他也改变了我 让我走出了这些心灵的阴霾 让我不再去埋怨 也不再是自哀自怜 因为神的爱 他充满了我 让我有一个新的生命 圣经里面告诉我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的确 当耶稣进入到我生命之后 虽然我生活了周遭 我的家庭便没有因此有太大的改变 但是改变的 是我那一刻不一样的心情了 以前我常常会抱怨 会觉得自卑 对于自己的身世 为什么是这样子 常常有很多的不平衡 甚至有很多的比较 因此让我每次有机会 回到我亲生的父母亲的家庭里面的时候 我显得格外格外的安静 甚至都不想称呼 他的称谓 因此觉得自己去到那里 好像静静的 又不太多话 他们也很想表达爱 但是却也 我又必须要面临我要回家 跟我仰慕 继续生活的这样一个情境 所以好几次我都非常的闷 也非常的不快乐 但是信了耶稣之后 耶稣他让我发现 如果我要是在我原来的家庭里面 我可能没有机会来认识神吧 因为我的父母亲 我的亲生的家庭 他们目前都还没有认识上帝 而他们也都忙着 所谓世上所看为成功 所看为美好的这些追求的一些事物 因此我是家族里面第一个信耶稣的 发现也许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可慕 认识慈爱的天父 这样一个动力吸引着我 一步一步的走到神的面前 也一步一步的经历到他那奇妙的爱 让我过去对父亲这个缺席 这样一个空白 因着慈爱的天父 他亲自来医治了我过去 对父亲的这样一个空白的印象 并且也给我一个正面积极的态度 来面对我自己的角色 现在我自己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虽然我尽可能的去成为一个不缺席的父亲 但是事实上在工作上常常有很多的机会 是身不由己 常常也会觉得自己仿佛也变成一个缺席的父亲 甚至我也觉得我尽我所能的好像要陪我孩子成长 而我的孩子们 他对我的反应也让我感受到 仿佛我也不是那个非常完美的父亲 所以让我深深地体会到 我对生父也好 养父也好 那份过去父亲缺席的那个缺憾 我觉得有更多的释放 也有更多的改变 圣经里边 马拉基书第四章第六节说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所以让我深深地体会到 过去我对生父养父那些假想出来的误解都释怀了 我发现自己也不是一个实权实美完美的父亲 只有天上的父亲 他才是真正慈爱完美 而且可以陪伴我们走一生的父亲 天父才是那位永不止息的爱 是天父的爱 他能够帮助我走出了这样一个养子的心灵的阴霾 其实身为养子有什么不好呢 但是在我以前常常觉得可能是受到一些看一些连续剧啦 或者是一些刻板印象里边 对养子养女的悲情故事听了太多了 所以呢 无形中也会顾影自怜 觉得自己是不是不被看重啊 自己是多余的啦 所以呢 我是没什么价值的 因此把我可以送出去了 这些负面的声音呢 因着我从圣经里面越来越多的认识之后 我发现其实不是如此的 上帝看我是非常非常的宝贵 我深刻的体会到诗篇139篇13节到16节 他这样记载的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 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 我要称谢你 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心深知道的 我在暗中受造 在地的深处被联络 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 我未成形的体质 你的眼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侧上了 从这段诗篇139篇13到16节的经文里边 我深深地体会到 我在母腹中就是蒙神所爱的 在我还不认识神之前 我还在妈妈的肚子里的时候 上帝他就知道我了 而养子也并不是被遗弃的 因为我是妈妈一个宝贝的儿子嘛 我越来越发现这是上帝的美意 他知道用怎样的环境来塑造我遇见他 天父的爱为我解开养子的心结 天父的爱也填补了我渴望父爱的心灵 阿爸父 阿爸父 我的心向你不求 看求你来救进我 看求你来救进我 是我灵的安心 我的心向你不求 我的心向你不求 见到你的容眠 让你爱将我溫柔 阿爸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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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胶前 我等候 我等候 阿爸父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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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個 阿爸 阿神 阿神 我的心可不见到你的优美 让你爱将我溫柔 阿伯父 阿伯父 在你胶前我的海 在我退伍之后呢 我曾经试着想要出国留学 那个时候 我一心的想要去日本 或者想要去美国 一直在那里做谋不定 甚至我就打电话 跟我的养父说 我可不可以出国念书呢 而我的养父 他非常的大方的支持我 而我告诉我的养母 我想出国念书的时候 我的养母却非常的舍不得 甚至他打电话 跟我的养父 说不要让我去 他甚至是哭哭啼啼的 总觉得不放心 或者是觉得 好像他这样子就变成 没有人陪伴他 好像他是被抛弃的一样 那时候我对我的养母 也是有点的 无可奈何 为什么他总是把我抓得那么紧呢 后来 上帝也透过一些工作机会 让我在职场上面 先有两年的时间 在一家的外商公司服务 在那段期间 我也参加了天一团契 在那个团体里边 我发现了 有很多的来自不同教会的基督徒 他们用业余的时间 把最好的专业摆上了 我也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边 也学习怎么样用舞台剧 来服侍上帝 在那个过程里 我认识了一位当时的辅导 也是现在家営电台的台长 是吕思雨牧师 他告诉我 有一个机会 他希望我能够考虑 是否要奉献我的声音 能够来 在广播里面来服侍上帝 在那个过程里 我也学习 到底我是不是 要全时间的来服侍上帝呢 一下是父母亲 对婚姻的期待也很高 我当时也是一个 将近失婚年龄的人 而我自己心意 却是一心的想要出国念书 却又没有办法 得到家人的支持 所以在当时 我算是有好多的结就在那儿 不知道该怎么办 后来我也就学习 把这一切交托给上帝 知道他是一步一步 引导我的神 他是让我能够 把重担全然交给他的神 后来上帝确实非常奇妙地 让我能够接受牧师的邀请 能够放掉这个美商公司 很不错待遇的工作 来到了教会机构里边 透过广播来服侍 确实不料 那个广播节目 其实我做不到三个月 我就离开了 而上帝也没有 让我继续回到社会上 其他的行业去 继续地工作 我乃是拿定主意 就是一生要来 把最好的时间 最好的生命 来奉献给上帝 因此上帝把我 放在一个福音机构里边 那个福音机构 经常要做大陆的 培训的施工 所以我在那样一个机构 待了将近两年 在那两年的过程里 上帝给我很大很大的祝福 我好像在那两年里边 生活还有整个身份 有很多很多的转变 怎么说呢 本来我是很想出国 却是上帝 并没有这样的开路 却是让我到了福音机构 透过这样一个工作职场的需要 很快地进入到大陆 看到了在大陆的一些 福音公主的需要 和当地一些可牧的 这些培训的这些的需要 看到那边当地的 所谓的传道人 他们都比我年轻 哇都十几岁而已 而他们却是愿意吃苦 愿意付代价 即使被公安抓了 仍然不害怕的 能够持续地来参加 这样一个培训 我看到他们的生命 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刺激 也深深地折服了我 我自己一直在想 要为自己出国干嘛 而他们却是 情词迫切地 为着整个中国 亿万灵魂的得救 在那里向神呼喊 那我就觉得自己 非常的自私 也深受他们生命的激励 回来之后呢 我就预备我的心 要来读神学 把我一生 最有学习的这样一个 黄金的时间 好好的来装备 来被神使用 而在那个同时 我也很奇妙地 能够认识了 现在我的太太 在当时 她也是一个 很偶然的机会 跟我前前后后 没有太远的时间 都在那个同一个机构里边 其实我的太太呢 陈修娟 她自己在当时 她也是 很希望能够 考到小学老师 的这样一个资格 确实也没有很顺心地 进入到那一个职场 而上帝也是把她放在 这样一个福音机构里面 而我们两位 其实就是一个 同一个教会 将近有十年的 这样一个时间了 但是我们当时 并没有太多的互动 没有太多的 彼此的交谈 一直到 我们在这个 福音机构里面 一起成为同工 一起工作 一起前往大陆的时候 发现 原来 我们居然是 同一天受洗的 我们的照片上面 当时是站在一块 却彼此还不太熟悉 而在大陆 培训的那段 过程里边 坐火车嘛 要坐好长好长的时间了 要十几个小时 因此在那个 非常拥挤 非常张乱的 这个什么 硬卧啊 硬坐的 这样一个火车里边 非常的紧张 不晓得我们 带了一些 这些行李箱 会不会被 人扣留啊 我们带了一些 所谓的福音的一些 书籍啊 圣经啊 会不会被 没收啊 我们都是 非常的战战兢兢 而 在那个 准备的过程里 我们 曾经在 出发前 有一次 我就打电话 问他 我们 要培训的那些 行李啊 怎么打包 会比较 保险一点呢 那我们就约了 约到我们家 来吃个饭 吃个饭之后呢 我们再来 研究一下 怎么打包 会比较好 没想到 只是这样一个 邀请 我的妈妈 我的养母呢 她就以为 这个 姐妹呢 就是 我的女朋友 而且她知道说 我们同一个教会 已经认识十年了 所以呢 她心里面 非常的 切切的高兴啊 那其实我当时 也没有想那么多 只是 为了工作的需要 就是 这样一个邀请而已 一起来吃个饭 然后一起打包 等等 那我的养母呢 她的反应 却是 超乎我的意料 她觉得 我的 认识的这个 小姐呢 她 非常的细心 也非常的温柔 那 因此 她心里面 还蛮高兴的 我能够认识她 其实这也鼓励了我 愿意考虑 是否 继续跟她交往 因为早在 以往呢 我总觉得 我的养母 她不是一个基督徒 所以 她会不会 对于基督徒的姐妹 有排斥 我自己都 不太晓得 然后 我只知道 我的养母 给我的观念是 你最好是找一个 客家人结婚吧 因为我们都是 客家人的这样一个环境嘛 如果有 相同的母语 是否关系 会更紧密一点 所以 因此 之前 对于我的 交友呢 我都非常的 小心 因为 我总觉得 好像没有人会写在脸上 我是客家人 那这个第一优先顺序 是我妈妈喜欢的 那 我的第一优先 当然是 她最好是基督徒 那 如果是客家人 那更好 如果是不是客家人 我也不能勉强了 那 没想到 上帝 却是很奇妙的 让 修娟呢 她自己是 半个客家人 我后来才发现 上帝真是 太神奇了 我的岳母是客家人 我的岳父 她是福州人 所以 这样又拉近了 我想要更多的 来 跟修娟更多的交往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 使我心全然属你 我的主我心爱你 我的主我可慕你 愿你爱来希望 使我心难当爱你 哦耶稣我需要你 念尽我完全属你 愿你爱来莫照我 使我心全然属你 其实我以前曾经在教会里边参加过主日学 那时候听到了一个观念是说 最好呢 男女朋友约会的地方呢 不要到那个什么花钱月下 黑黑暗暗 只有你只有我的地方 最好的约会地点呢 就是在你家里面的客厅 哇 这个实在是跌破眼镜的地方啊 实在一点浪漫的气氛都没有 怎么会是客厅是最好约会的地方呢 那时候的老师呢告诉我说 他说婚姻呢 不是你好我好就可以了 乃是两个家庭的联合 因此呢 你能够尊重你的属灵的权柄 能够在你交往的时候 能够经过你的父母亲的了解 也能够让你的教会的牧者辅导 也能够为你们祷告 那这样子的话 这样的婚姻会更加的蒙福 所以有这样一个观念之后 我无形中就联想到我自己的 这样一个很偶然 邀同事到家里面用餐 在一个大家都还不是 很肯定要彼此交往的时候 就让父母亲知道你在跟谁交往 然后也可以从父母亲的一些观点 去了解一下 自己应该怎么样去看待异性的朋友 如果都是只有到了非女末去 非女末嫁的 才把交往的人带到家人来认识 那时候家人说什么 你也听不进去了 所以之前受过这样一个主日学的一些教导 我也把这样一个想法放在我的心里 所以看到我的母亲 她对于修权有这么大的肯定 跟接纳之后 让我觉得非常的宽心 就即便我的母亲还没有信耶稣 但是她却是能够接纳这样一位 信耶稣的媳妇 那我也觉得非常的感动 所以在我们去大陆培训的那一段过程里边 我就提出勇气来跟我的这个同事 也是我的太太秀娟说起说 听说你们家的眷村要拆了要改建 那你们家要搬到哪里去 她就是说要等一段时间才会盖好什么的 那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居然非常唐突地说了一句说 那要不你就搬到我们家来住好了 没想到这个好像是一种玩笑话 可是呢 她回去反复思想以后 再转述给其他的同工 他们就觉得说 这就是跟你求婚呢 你怎么还搞不清楚呢 后来我也就是在火车的那段漫长的 培训的那个旅程当中 就跟她的更多的交流交谈 也分享到我的父母亲 就是非常的鼓励 我能够更多的继续的跟她交往 所以我们正式的有这样意愿要交往 到真正的订婚结婚 大概不会超过一年 那么很快的上帝在我跟秀娟 一起同工服侍大陆的 这样一个培训的过程里边 确实凑合成这样一个因缘 在我跟秀娟都好像很不如意 一个很想出国没有去城 一个很想当小学老师没考上 确实呢 很意外的让我们在一个机构里边 彼此相识相知 也更多的愿意委身 结为夫妇 那么神也透过在大陆 让我们看到那边广大合场的需要 以及当地的这些年轻的传道人 他们这样子的愿意摆上生命的代价 深深的折服了我们 因此我们也很快的 在结婚的同时 我们也跟父母亲表示 我们将来要去神学院接受装备 要来好好读书 要来服侍上帝 哇 这个事情对我的养母 又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因为他觉得信耶稣 已经对他是非常的跌破眼镜了 居然还要来做一个 全时间的所谓的传道人 这真是超乎他的想象 他有时候还经常的告诉别人说 我的儿子还在某某外商公司工作 他始终都不敢跟人家讲 我现在去读什么神学院 他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 而我在这段过程里边 我也深深地体会到 仿佛我好像放下了 这个外商工作的优渥的待遇 去到一个好像必须花个三四年的时间 很刻苦再去读书来读神学 在一般世人看来实在是匪夷所思 但是在这过程里边 我深深地体会到 其实我很享受这样一个生命的改变 上帝的代理 我想如果我还在原来的工作职场上面 不外乎就是在拼命的在业绩的这样一个数字里打转 似乎我好像为上帝舍下了什么 其实是上帝给我更多更多 他让我在神学院这个四年的期间 两个人同时进去 四个人毕业 生了两个孩子 也让我能够在视野上有很多的开阔 以往大概就是顶多在台湾或者是大陆 但是看似一无所有的情况之下 却是经历神的恩典 让我能够有机会跟着神学院的老师同学 一同前往深地旅游考察 耶稣的一些生平事迹 还有寒暑假的时候 能够参与一些短宣队 去到了一些海外的华人的地区 像马来西亚等等 让我觉得整个世界的世界观被打开来了 虽然我很渴望出国留学没去成 但是上帝却是出其不意地 让我有了这些的经历 让我也深深地体会到 跟随主的脚步越来越能够走在 他的心意底边的时候 我就知道耶和华真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知缺乏 在我好像还是一个木头人的时候 上帝却是为我预备这么好的妻子 在我同一个教会已经彼此相知相识 很普通的这样一个交往 就有十年的根基 但是因着因缘际会 让我们在到了的时候就进入了婚姻 我现在也成为两个孩子的发把 也成为教会里面的牧者 我深深地体会到 这一切都是上帝这位大导演 在我生命当中所带领的 我相信他安排的场景 灯光 舞台 都是为我量身定造的 所以我也非常的感谢 这位爱我的父神 也盼望听众朋友 当你面对你人生的 许多的纠结 好像一团线缠在那里 不知道怎么解开的时候 不妨你也能够来经历这位全能的神 他深深地爱着你 他在你生命当中有奇妙的计划 只要你愿意把一些重担都交给他 更多的透过祷告 把你的需要来向他成名 这位慈爱的天父 他天天都会看顾你 他也会按他的时刻成就美好的事 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愿意经历这位爱你的天父吗 希望你也能够打开你的心门 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 他在你的生命里边 他可以赦免你一切的罪 你可以得享赦罪的平安 并且也能够开始一个新的生命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曾经 耶稣他知道你一切的一些难处 他会按他的时刻来改变你 让你有一个崭新的人生 愿神赐福保护你 祝福保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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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 这是由旧人之声广播中心 所为您制作的生命故事集 让我们快地来听听别人的故事 想想自己的生命 今天非常感谢钟佳华牧师 所带来给我们的生命见证分享 百民深深有一个感受 我们不能够用成败来论英雄 我们也不要用对错来论我们的家人 因为我们知道 即使是我们的父母 也是软弱的 也是会有需要的 因为我们都是人 并且我们要承认 我们都是罪人 因此我们需要神 我们也感恩的是 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一位神 他不但爱我们 他更是能够帮助我们 把不可能成为可能 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来仰望他 也能够信靠他 百云真是恳求 这位神帮助 每一位做父亲的 在主里面 做一个静止的父亲 也承愿每一个家庭 不再是缺席的父亲 我也祈求让每个孩子 有一颗心来转向父亲 知道孝敬父母 是神要让你蒙福的应许 是的 就像中午时 今天在节目当中 跟我分享的 九月圣经的马拉基书 第四章第六节说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这个他就是神 我真是愿意 神的恩典 神的拯救 神的医治 神的释放 神的和好 领导每一个家庭 让我们真真是 实在神的里面 得到他从天上来的祝福 那么如果您对 这份基督信仰 渴望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能够得到这样宝贝的福分 我们为您预备了 求恩圣经函寿课程 可以借着函寿的方式 来帮助您认识基督信仰 那么同样的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也争得了 钟家华牧师的同意 将他的故事 纳入云彩飞扬的 无音见证宣教施工中 欢迎听众朋友 来给我们索取 节目中所播出的 这些故事的CD 或者是卡带 那么要如何来索取 这些建设故事集 或者您想要来参加 就问瞬间函寿课程 您都可以使用电话 或者是传真 或者是来信 跟我们联络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02-2754-1144 02-2754-1144 我们的传真是 02-2755-7822 02-2755-7822 如果您要写信的话呢 可以写到台北邮政 44-80号信箱 台北邮政 44-80号信箱 请注明给云彩飞扬 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 节目进行到这儿 已经接近尾声了 白云非常谢谢您的收听 同时要感谢 我新旋律音乐施工 所提供给我们的十个音乐 在这儿跟您说声再会了 也祝福您在未来的明天 都能够天天经历神 步步有主同行 期待我们下回云彩飞扬 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骨的回忆 四处寻找我的心 万片溪水和山林 我心一人无处寻 我曾经多彷徨 四周一万西途 小声留不住欢乐 眼泪带不走痛苦 我说生命不稀奇 一生叹息归尘土 放弃一切地追求 能凭潮水带我走 我曾经多彷徨 我曾经多彷徨 四周一万西途 我曾经多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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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你还愿意听 让我再来告诉你 耶稣基督救赎主 他曾满足心无数 向他倾诉向他哭 他必是你的宝座 耶稣基督救赎主 他曾满足心无数 向他倾诉向他哭 他必是你的宝座 耶稣基督救赎主 他曾满足心无数 向他倾诉向他 我曾满足心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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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